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走 我是孟琪 决战2020倒数24天 今天是立委抽签号赐的大日子 真的是正式敲响了2020的战股了 好 现在各方人马都想要把握最后的关键时刻来冲选票 国民党这边也是吓足了猛药 吴敦毅居然炮轰蔡总统是随杯杂暴 好 这么失格又歧视的言论一说出来马上引发了众怒 好 另外一方面这周六12月21号 挺寒跟罢寒两个大游行同时都要在高雄登场 警方将大阵仗部署3200名的警力 就怕这个冲突一触即发 好 罢免韩国瑜的声浪越来越大 好 现在韩国瑜开支票也是开得越来越潇洒了 他喊出无薪假劳工可以领六成薪 好 但是关键问题是这钱到底要从哪里来 好 最近很多人都在言语 国民党怎么不少战将都喊话了 好 现在就连这个高雄市的代理市长叶匡时 都在脸书上酸高雄又老又穷 好 就是怎么回事呢 好 另外郭董虽然退出了国民党 但却是外界立拱成为党主席的大热门 郭董之后有没有可能回国呢 好 目前郭台铭都没有把话说死 我们待会儿一起来讨论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政治评论员于梅梅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接下来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我左手边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最后我们要欢迎的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待会儿呢还会有一位时代力量台北市议员黄玉芬 也会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现场 好 我们赶快先来看选战倒数时刻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活力全开 炮轰这两年台湾的分尸案这么多 全都是因为蔡总统是衰尾杂暴 好 这样子的歧视言论 可能不仅没有拉到票 还重伤了国民党的形象 好 蔡英文也呛蜡反击 吴主席的话根本就是收入台湾民主的格调 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普选再度语出惊人 去年五月 我们的台北市花生地区 就发生一个台湾民主的名字 都做八点 台湾也出去了 夭壮骨 已经几十年 没在出民主案了 刷刷我那些小伙子 这样去年五月一天 后来就英文一天 后来台湾一天 像这么壞的人做中共 还有努力啊 对不对 无敦义一句随备杀伯 歧视意味十足 连红阵营的韩国瑜发言人都停不下去 我个人也是女性 我也认为不妥 有检讨的空间 我刚才讲过 每个政党都要有反省检讨的能力 我们有反省检讨的能力 我们当然有反省检讨能力 党主席失言 副主席猛跳针 受害的蔡总统可忍不住在脸书发文表示 对我的攻击个人可以承受 但台湾不能继续容忍 这羞辱的不只是我个人 而是台湾民主的格调和人民智慧 喊话要选民站出来 唾弃这充满歧视的政党 因为近来 吴敦义不只批评蔡总统是随为杂伯 也曾暗骂成居是肥滋滋的母猪 选总统的韩国瑜更曾说出 成熟的女人像一碗汤 煮熟的时候赶快喝 再不喝会焦掉 物化女性的言论 副手张善政日前也批评 蔡总统没生过孩子 不懂父母的心 甚至选台南立委的谢龙介还说 女人拉票可以拉到客厅房间 性别歧视争议 一桩又一桩 来我们先来请教瑞德哥 吴敦义讲出随为杂伯这种话 这是一个党主席的格调吗 事实上呢 你问我是不是党主席的格调 去年我记得 那么在去年的这个九合一大选里面 吴敦义不是也用一句 背筑子的嫡妇来形容总统秘书长 陈菊吗 这句话一出来了以后 听说当时韩国瑜的民调 立刻掉了三到五趴嘛 所以韩正寅非常跟他切割 非常的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你歧视女性 就没想到现在距离选前才二十几天 你用随为杂伯能不能来攻击 我们的女性总统 那能不能接受 中国国民党到底有没有反省 跟检讨的空间 看不出来啊 空间很大 能力在哪里 为什么呢 因为就直接公开道歉就对了 你用随为来形容一个人啊 在台课里面 随为就是看没人看人没了 那认为他是一个很糟糕啊 那个有点像什么 以前我母亲生前他们在骂人的时候 什么家都兵替骚酒那种 那种骚把心那种意思 说人家很衰那个意思了 非常的过分 非常的这个等于说超过 而且你还是形容我国的这个总统啊 即便当年马云九做八年的中华民国总统 我们很讨厌他 但是我们还是尊称他一身总统 因为他是民选出来 我国最高的行政首长 就是这样子啊 那么很可惜了 没想到堂堂一个 最大在野党的党主席啊 竟然口出如此的恶言啊 那么也充满了歧视的言论 不过我不会讶异 因为副总统的参选人张三政 不是也一样吗 女人没生小孩 没有办法感受到 为人父母的心理啦 也是一样歧视啊 不是吗 女人第一不一定要结婚 第二呢 不一定结婚也不一定能生小孩 那么第三呢 事实上呢 生了孩子还可能离婚 还可能抛弃自己的小孩啊 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非常非常的沙文主义的一个方式呢 那么来看女性 来这个歧视女性 看起来好像都是这样嘛 那如果要进一步的衍生的话 包括职业也是这样不是吗 玛丽亚怎么跟当英文老师呢 意思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凤凰出去的激进来 也是一样的 意思都是一样 都是对职业跟对妇女的一个歧视 那么这是一个不可思议 那至于是加分跟减分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 各位再过二十几天 如果你是妇女 如果你是女性 你觉得 这心里女性 没有人不应该去用歧视 没有应该去用糟蹋 那么毛泽东曾经讲 女人顶起半边天 我告诉跟你 女人顶起一边天 没女人就没女朋友 很简单 所以呢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去侮辱自己的 这个等于说 母亲自己的这个女儿 自己的太太 跟所有的自己的女性同胞 那除此之外 第二个重点就在于 她说谎 身为一个中国国民党最大在野党的主席 竟然公开造假跟说谎 我不知道她的幕僚是谁给她的 还是她想不起来 或是选择性的失忆 为什么说她说谎 她做过副总统 吴敦毅做过副总统 她做过行政研议中 她公开说谎 不止一次 我不断的提醒她 她还在说谎 那么说谎之外呢 还加上歧视的致言 为什么呢 我最有资格评论 这个有关于分尸案吧 她说台湾很久没发生分尸案了 然后呢 那个有什么说 她是蔡英文是随便 随便着我说 一数就是说 接任以后就发生 连续发生分尸案等等了 马英九一接任总统 2008年 5月20号接任总统了以后 7月马上发生第一起分尸案 就在桃园 那一年总共发生三起分尸案 还包括断头的 还包括砍手掌的 那么事实上呢 除此之外啊 她接任当了两任总统 8年至少发生 台湾发生十几起的分尸案 各位都忘记了吗 是忘记了 还是选择性失忆 不想想起来 2013年刚过完年 记不记得 嘉瑜水上的一个公车 发生的烟头颅事件 有没有 那个妹妹 因为她的爸 因为她的哥哥 想要娶太太 所以呢 想要娶太太 想要有收入 所以就给她炸宝 然后呢 把妹妹给杀了 把她头颅 淹起来以后 放在嘉瑜的水上 相关的这个公厕 烟头颅事件 在此之前 更早 多过完年 各位印象很深刻吧 台湾什么时候发生过 那么离谱的一个事件 还有媒体 因为到现场去采访 被NCC盯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各位忘记巴黎妈妈嘴的谢一涵 是双尸命案吗 闹得飞飞扬扬 闹得半个月 一个月的不得了的 这些重大的刑案 还有最小的 从婴儿 最大的从老人 一直一直发生这个命案 一直发生这个分尸案 你是不知道 还是你没记住 你怎么会空口说白话 欺骗 整个台湾 所有的选民 说 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跟过去 都没有发生过分尸案 然后呢 一直到蔡英文当选 没有才有分尸案 发生分尸案 不是在比大小 不是在比多寡 而是你不能说白菜 因为治安的好坏 那么除了警察 他们当然努力 前几天不是为了攻击 那个炸弹客而已吗 冒生命的危险 人家那么那么冒生命的危险 像这些反社会性人格 他也可以去那里 讲人讲死啊 也也可以 蔡政允 他的国民党的副秘书长 也可以抗嘴 白痴 没有任何的证据 他就说 那是深绿台独分子 不是吗 你就把他往政治这样一推 再说那是深绿台独分子 进去拿出来啊 什么叫深绿台独分子 如果是深绿台独分子 为什么他要建的人 都不是立营的人 为什么是高雄市的副市长 李四川跟叶匡时 为什么是这个 永龄基金会的副市长 蔡庆瑜 他是郭董的人啊 都是你那泛兰阵营的人啊 但是他到底是政治情况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看不出来 为什么你可以说 他是台独分子嘛 治安事件 那么一定有他的脉络 但是呢 我们要想办法预防 或者是在发生的时候 又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呢 发生的时候 赶快把他给扑灭 赶快想办法 不要让他蔓延 但是却拿这个东西 来说一个白策 说一个谎 然后呢 到处演讲 到处助讲 还在说 你是一个党主席 你做个副总统 与平坚与议定位 你怎么在这样子 一直说谎了以后 根据你的谎言 然后呢 再用歧视妇女 再去说人家 是这个圣公 水杯女 我不知道 是什么人是水杯女 但是我知道 部地区里面 有一个水杯豆瓶 随便豆瓶什么意思 走到哪里 我就什么人 什么人 我双双兜 我还要棒 很简单 为什么 中国国民党的 立法委员选情 本来是很棒的 部分区 一直民调赢过 那个民进党 5到10%以上 稳定领先 是谁坚持 要在部分区里面 放吴思淮的 放叶宇兰的 放了以后 现在棒得这样 你自己本身的 这个是说 立法委员自己 开会时 都在重量在打 连现在黄沪欣都分裂 听说分裂成两派嘛 那是谁让自己的选情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谁一意孤行 当时 就所谓的被动式参选 让这个韩国瑜 竟然选总统 又把国民党的选情 我没客气去说 行行行行搬到输了 去年底 换得不掉 韩国瑜是换得不掉 韩分多厉害 国民党拿15岁的官司党 現在只剩二十几天的 民调 你相信不相信随便 但是二十几天 明星一定会告诉你 明調到底是怎么回事 升星轎拔会痴 可以把自己 两台本来用 叫你就提 Его跟总共 整理货 完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不知道 actively 每一手好排 国民党打成这样子 来请教一下原知 吴敦毅 吴主席昨天講蔡总统 是随微杂务 他这样倒也是在 韓國瑜助選 還是在扯韓國瑜的後腿啊 我覺得當然主席他是想幫韓國瑜助選 因為他昨天那場是在一個造勢的場合 那造勢場合都會有一些選舉的語言 那有時候可能他在講選舉的語言 沒有拿捏好一些用詞前置 就造成這麼大的爭議 當然這一點 剛剛可以看到新聞 很多我們黨內的 不管是副主席也好 或者是一些新進的議員也好 都對主席講這句話 有產生一些批評 那早上我們韓辦的發言人王淺秋有說 他說他身為一個女性 他也認為這句話有檢討的空間 那主 因為主 畢竟他是主席 我們也不方便 就是評論很多 所以我覺得本來是想要助選 但是反而恆生之解 其實都還是還蠻遺憾的 那洪秀助 助解是說 只要改成隨微文 來我們來看一下洪秀助 今天講說改成隨微總統 還是隨微文 這樣就不會有爭議 袁珍你說黨主席不變評論 那洪秀助 他的意思應該是講說 因為像蔡英文總統就說 國民黨是一個充滿歧視的政黨 就說國民黨歧視女性 但我想吳主席的意思 並不是要歧視女性 他可能只是想描述一個狀態 不管那個是不是被瑞德哥說 他可能是資訊有錯誤 但他可能只是想說 想講說蔡英文當總統很衰 其實這個語言 以前我們也有聽過別人講過類似 比如說哪個外交部長上任 就一直斷交 他這個很衰 就類似言論其實蠻多人在講 那他不是 吳主席 應該不是想要歧視女性 但是就是因為他講了 隨微雜貌 講了雜貌兩個字 所以就變成歧視女性了 但他其實只是想描述一個狀況 所以言之你的認同洪秀 這洪秀我尊重每個人講法 我個人我是不會這樣講 但我只是去闡述他的意思 我只是去闡述他的意思 總而言之我個人是認為 因為選舉選到現在 像今天晚上還有政策辯論會 其實現在政策辯論會 才是大家想要知道 現在剩二十五天而已 之前選戰打了這麼久 很多奇奇怪怪的議題 橫生枝解 那現在終於到最後階段 選民還是想要知道 到底兩個候選人 你們政策是什麼 那如果我們今天晚上就要提政策 議題要回到政策的時候 因為這種選舉語言 又被岔開了 大家又花很多時間去理解 對 所以我就覺得蠻遺憾 就在這邊嘛 就是說因為這樣子本來想助選 然後又轉移 又被轉移到焦點 反而不利於選情 來 吳敦英看起來像幫到忙 妹妹姐 可是紅秀柱說這個造句 稍微改一下就不會有事 這是不是提油救火 紅秀柱事情我等一下再講 我是覺得不可思議 作為一個男人 你沒拿男人講話 然後還提油救火 那自己這個 你們自己糖炸 然後紅秀柱讓他炸更大 還是出自一個女性的口裡頭 事實上人家非常遺憾的 那問題就是說 是因為是在國民黨是一個大男人 沙文主義的政黨 我今天要講說 吳敦義他今天不是第一次這個樣子 他去年的時候他罵 他辱罵花媽媽不一支嘴 跟他大夫一樣 拿人家的身材 然後這樣子來當作這個戲劇的對象 那現在畢竟說誰不會打破 來辱罵自己的總統 我不曉得國民黨怎麼回事 你對自己的元首 你對自己去普受敬重的一個 比如說一些地方的民選首長 民進黨政治人物 你們可以用這種態度來罵罵 不過面對中國從來 大家都是誠惶誠恐 乖順的跟什麼一樣 這是台灣民主政治的悲哀 心裡頭想什麼 他會不經意的流露出來 比如說你說就算是在助選的場合 大家講話會嗨一點 如果你心中沒有歧視 你會講出這些話嗎 不會 你不會脫口而出 因為脫口而出 是因為你心中有歧視 所以你就講出來了 我請問傲斷義 你說蔡英文 你說這個總統是誰 歲月女對不對 你跟美說馬英雄是歲月女 還是韓國瑜是歲月女 張上正你說蔡英文沒有生過小孩 所以不懂得做父母的那個心 你會不會說 這個國民黨也有一些人 男的沒有結過婚 男的沒有生小孩 你會不會說他不懂得 你們男人都沒有生過小孩 你會不會說他不懂得做父母的心 我又要請教 又比如說謝龍介 講那個話能聽嗎 女人拉票可以拉到客廳 拉到房間 你在暗示什麼 你在暗示什麼 謝龍介 你會說 男人要求票 你會這樣講話嗎 你會這樣講話嗎 這是讓人非常生氣的 那韓國瑜 那更是什麼叫做 在幫張立善的場合說 張立善現在是一碗煮熟的湯 他當然可以喝 什麼女人是 什麼成熟的女人是煮熟的湯 趕快喝不喝就交掉 這什麼意思 那你會說 你會說這個 吳敦醫師 已經熄到暖去的湯 沒喝會臭 會臭腹 會臭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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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這樣講話嗎 莫名其妙到極點 那你發現這些東西 全部圍繞著一個什麼 他的中心點就是一個性別 一個歧視 又或者韓國瑜很有名的話 叫瑪莉亞來教英文嗎 你會不會說叫約翰來教英文嗎 叫保羅來教英文嗎 為什麼你們都是圍繞著女人 我身為一個女性 我是非常受不了 這樣子歧視的語言 只因為女性 她就是一個弱者嗎 或者女性就被賦予一聲性聯想嗎 又或者說 有些人不堪的 你們認為就是說 女人就是沒有辦法撐起半邊天嗎 我告訴你國民黨這些男人 你們最好記住了 帶領英國打贏 打贏福克蘭戰爭 在位十幾年的是誰 創造大英帝國榮光是誰 那個人叫做柴契爾 帶領德國 從當初被認為是歐洲的經濟病夫 到現在是歐盟最強盛的 也是在位已經十年以上 那個人叫做誰 叫做梅克爾 更不要說你們這些男人 沒有女人會生出你們這些男人嘛 所以講這要讓我們很痛心 好 你講錯了 如果說你有刻骨的反省 你當初去年 你無敵你已經錯過一次 你後來逼著道歉 你那個道歉如果發出是真誠的 你今年就不會說 隨便男人我再說出來 可見你們是逼於行事 為了要舊選情 不得不道歉 結果馬上 馬腳就露出來了 那我更不解的是 洪秀柱柱柱柱姐 你身為一個女性 你為什麼不會女人來說一句話呢 你說只要去掉的性別 說是隨便總統 隨便問這樣就好 這個是你應該講的話嗎 我告訴你 蔡英文執政 大家看看股市多少點 一萬兩千點突破一萬兩千點 一萬兩千點是二十幾年前的往事 我還可以再告訴各位 八千多億台商確定就是會回流 已經回來了兩千多億 未來幾年 每年都有兩千億以上回來 過去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有創造過嗎 基本工資調升了多少 我們的福利增加了多少 為什麼不去想一想 創的文作總統 接受得稍微嗎 還是大家 你只被人平均 台商回來那麼多 那確實有開始拉動就業 股市破了一萬兩千點 這是馬英九執政時代有的成績嗎 所以你今天為了政治鬥爭 可以說這些話 特別是出自於洪秀柱 你同為是一個女人 你自己不會覺得很汗顏嗎 王潛秋至少會知道說覺得不妥 那我覺得其他人 也許他是為了危機管控 真的說說這些都不妥 但是我告訴你 都不如當事人自己出來 道一身歉可以嗎 吳敦穎能不能請你出來道個歉 或者韓國瑜 能不能請你為什麼煮熟的湯道個歉 為你的鳳凰跟雞的這些說法道個歉 謝龍健你能不能對你的客廳 什麼拉票可以什麼什麼 什麼可以募到什麼客廳房間去 去道個歉 如果你都沒有道歉 我必須要講 國民黨這種大男人主義沙文的政黨 活該 女性選 女性選民就用選票唾棄他們 教訓一下國民黨 如果沒有女人就沒有你們男人 如果你不懂得尊重女性 是一個起碼起碼的修養 那老實說 這種政黨走路歷史不要也罷 剛才美美姐舉了很多例子 國民黨從上到下 好像隨口講的話都在歧視女性 包括前幾天 這個韓國瑜的副手張善政也說 這蔡總統沒生過的孩子 所以他不懂父母心 還有包括謝龍基也說 女人拉票可以拉到客廳房間 為什麼國民黨再再講出這樣子的語言呢 來請范老師分析一下 我覺得他是不是最近生病了 我覺得吳敦毅上一次他也是接受媒體訪問 因為可能中午喝2點酒 然後媒體堵麥 他整個人忽然時空凝結 看著記者 然後呆若目擊 在停了大概快將近一分鐘 然後才走到會場離開 也沒有回答記者任何問題 就走進了那個他要去的地方 然後大家都嚇著跳 為什麼吳敦毅以前是侃侃而談 口才非常便捷 他自己也是記者出身 人家給他賭麥 通常都是回答自如非常流利 結果那天怎麼人就呆住了僵住了 他表情非常的木讀 臉光看著前面很奇怪 那這兩天他又講了這個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的話 隨乎雜母 這個對女性的一個歧視 其實我必須要講 對國民黨來講 吳敦毅才是隨乎抖臨 國民黨去年11月份 選得這麼好 縣市首長大贏15選 連新北市都被國民黨給拿走了 對不對 高雄市韓國瑜當選 可以打到一個這麼好的一個情況 本來大家認為 今年的總統大選 國民黨躺著選都選上 結果為什麼呢 就是你吳敦毅自己私心嘛 你自己想選 然後一開始呢 你就這個怕朱立倫 因為你想選 你知道你的最大的競爭對手 是朱立倫 所以你就鼓勵韓國瑜來這個選 希望朱立倫卡掉 對卡朱嘛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知道韓國瑜的民調很高嘛 搭的這個高雄市當選市長的這個熱潮 當然那個時候很多人鼓動韓國瑜 當然當時吳敦毅想的是說 韓國瑜如果出來 那個朱立倫民調一定會輸嘛 就是韓國瑜因為他知道他市長才當不到一年 選總統沒有正當性嘛 到時候可能就說只男兒退了 我就不選了 然後禮讓嘛 禮讓給誰 當然禮讓給主席嘛 主席是吳敦毅嘛 因為他禮讓之後呢 由中常會來做決定 那中常會的中常委都是吳敦毅的人嘛 我們看到這次的國民黨部分區 雖然外界很多批評 可是中常會說通過都通過 中常會是吳敦毅的橡皮圖章嘛 他早就已經安排好了嘛 好到時候呢 韓國瑜一推辭吳敦毅就變成是候選人 想不到什麼 韓國瑜真的想選啊 假性真作怎麼辦 再找人 找誰 找郭台銘 那就是說我們剛才 馬英九 當然也支持郭台銘 因為馬英九對韓國瑜看不起他嘛 這個時候 欸 看來 郭台銘出來 郭台銘後來本來在韓國瑜 本來在訪美的時候 還沒回到國內 就頒給郭台銘所謂榮譽黨證 解決了郭台銘長期失聯黨員 不具有身份的這個問題嘛 所以吳敦毅幫郭台銘解套了 難怪韓國瑜從美國回來 一到機場 哇 好生氣啊 命令韓粉 說你們通通不要過來 本來韓國瑜對韓粉是非常體貼的 欸 那次大爆走為什麼 他覺得他被吳敦毅賣了嘛 你叫我出來選 就你現在又知道郭台銘 那我怎麼選 他覺得被陰了 他被陰了嘛 那後來呢 可能這個吳敦毅又跟韓國瑜講好了 好啦 你選 但是黨主席位子給我這個吳敦毅繼續做 反正他看他的民調起不來嘛 退而求其次 他就讓韓國瑜出來選 怎麼辦呢 就把民調的方式 因為當時我們知道民進黨 已經把手機民調納入了 一半民調這樣四話 大家覺得這比較符合 年輕族群的這個喜好嘛 年輕人很少在家裡接電話 欸 結果郭台銘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比照民進黨啊 結果吳敦毅拒絕嘛 所以搞得郭台銘很火啊 對不對 你這樣做都是四話 四話的話 韓粉就很容易動員嘛 所以果然我們看到了 這個後來的民調 韓國瑜遙遙領先嘛 那當然後來郭台銘就覺得很不高興嘛 因為你這個在技術上給我動手腳 就退出國民黨嘛 所以這整整的東西就變成說 吳敦毅你自己的私心太重嘛 就像我們看到這個不分區的名單 很多人根本都 我們都不見不知道他是誰啊 結果原來據說 好像很多是跟我們這個 吳敦毅的夫人關係 好像私交不錯 像什麼車移境啊 大家也不知道他是誰 後來就發現原來是這個 救國團的這個主席 葛永光的太太 所以我們知道 很多這些東西變成說 好像把國民黨變成是 自己私相授受 把國民黨從去年大好的情勢 到現在面移到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情況 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 遠見雜誌是立場 比較偏藍的媒體 他十二月做了一個民調 台灣民眾對於政黨的喜好度 民進黨是33.8% 國民黨是18%將近一來一往 差了將近15% 可是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國民黨是32% 民進黨是20% 從今年一月到今年十二月 民進黨增加了13.8% 國民黨掉了14% 一來一往27% 誰造成 誰造成的 你說吳敦毅是不是 國民黨的隨悲斗靈 當之無愧啊 說實在的啦 就我覺得言之 言之在這邊應該很清楚吧 去年你們年初比較多 在今年年中以前 國民黨根本都認為 說大勢 大勢底定的 明年 等於說明年 不代表總統委贏的 立法院過半喔 當時還說什麼 高雄市要全拿 還記得那個豪宇吧 現在高雄市能拿幾席 現在立法院國民黨能不能夠過半 連吳敦毅排名不分區 第十四名都圍在旦夕 搞不好還補不上 所以我必須要講 這根本是國民黨 把一手好牌 打到今天零零亂亂 誰的責任 吳敦毅的責任 所以吳敦毅今天還說人家 誰不會找我 你自己手被抖鈴都不講 所以我必須要講標準 一致 那吳敦毅到現在為止 還不出來道歉 我個人認為 這個對於韓國瑜的選情 是雪上加爽 但是我想因為吳敦毅 大概不在乎韓國瑜的選情了 對他來講 他現在不管了 對 他只管他自己 是不是能夠不分區上 然後能去爭取這個立法院院長的大位 以及繼續保持 他國民黨黨主席的位置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認為他不出來道歉 也是可以理解的 來 玉芬 吳敦毅是不是真的欠蔡總統一個道歉 我覺得呢 事實上其實這幾天前陣子有個新聞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瞭解 芬蘭現在選出了全世界最年輕的總理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女性 而且芬蘭內閣五大政黨裡面 有四位政黨的就是主席 都是三十五歲以下年輕女性 然後整個內俄格魁 總共有十九位裡面 有十二位全部都是女性 然後這樣子一個政府 事實上經過世界各大媒體的稱譽 全世界都在稱讚芬蘭是一個非常進步性的一個政府 然後在這此同時 我們臺灣的國民黨黨主席 說現任總統是一個隨便雜貌 我覺得這其實就是非常一笑大方 一笑國際的一件事情 現在我們臺灣自詢一個自由民主進步的國家 但是一個堂堂在野黨的主席 百年大黨主席 竟然用這麼羞辱女性的言論 來稱呼現在總統 好 我覺得吳敦毅他有講他的原因 他說因為在蔡英文執政的時候 發生非常多的這個分屍案跟重大的刑事案件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如果是這個原因的話 馬英九執政八年 重大刑案就發生了十三案件 除了剛剛王瑞德老師講的這個巴黎媽媽嘴 跟嘉義水上案件之外 包含日月民工案 張彥文案 鄭捷案 文化國小案 小燈泡事件 這些所有事件都是在國民黨執政時期發生的 國民黨為什麼不去檢討自己 那更荒謬的是吳敦毅作為一個黨主席 講出這麼荒謬 遺孝國際的事情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包含剛剛葉元芝 其實剛剛從頭到尾包含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洪秀柱 其實從頭到尾沒有任何一個人 說吳敦毅作為一個黨主席 他應該要出來為這個言論負責 應該要出來為這個言論道歉 我覺得這是非常荒謬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顯示什麼 這件事情顯示在國民黨裡面 大家只問階級 只問權位 沒有是非 這件事情非常明白 他就是講錯話啊 講錯話在一個民主社會 以示負責 最簡單 最快的處理方式 就是出來道歉執寫 公台道歉 無論對於國民黨 對於韓國瑜現在選情 其實直接出來道歉 都是最簡單 最理性的一個選擇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國民黨 沒有人可以出來說 當主席你要不要出來道個歉 你的確講錯話了 就為此負責 大家只會顧左右而言 他說這的確是有風險一句話 這的確有欠考量 然後剛剛葉元之在我旁邊講說 今天晚上有政策辯論 大家回歸到政策 全世界 全臺灣 大家都當然很在意政策 但是是誰從好好的政策不講 今天有重大刑事案 社會安全網出問題 我們就來討論社會安全網 我們就來討論 到底我們社會政策要怎麼樣加強 怎麼樣補足 來減少這樣刑事案件 這些都不講 這一句隨歸雜貨是誰 是國民黨黨主席 不是其他人 從頭到尾問題 就是出現在國民黨 你們自己身上 自己內部自己的黨主席有問題 然後現在黨主席說錯話了 不叫他執寫 不叫他出來以示負責 沒有辦法沒有擔當 沒有辦法負責任之外 還說好我們來討論政策 所有人都想討論政策 不討論政策是誰 是國民黨耶 國民黨把應該要回歸政策的事情 去講一句隨歸雜貨 這句話代表什麼 這句話代表是說 好蔡英文你這個人執政怎麼樣 我們不討論政策 你就是待遂 顯現就是這樣一個思維 這是一個民主社會 該有的思維嗎 這是一個說今天晚上要來辯論政策 政黨該有的思維嗎 現在一個民主社會 我們所有領導人都是所有人民 一票一票投出來 我們自主意是一票一票投出來的 然後你現在試圖說服大家說 這個人待遂 這是多傳統 多神靈信仰的一個言論 我覺得這樣子非常明信的言論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接受 我相信其實任何一個台灣人 只要你認為民主社會 是真正的民主價值 我們有自由民主 我們的政治人物 應該要對自己言論 對自己的政策負責 我覺得都不應該投給國民黨 也不應該投給韓國瑜 不應該讓這樣子 吳敦義這樣子的人 繼續擁有這樣子的位置 跟權勢跟發言聲量 吳敦義的發言 真的讓大家猜不透 我們在場兩位來賓也大聲疾呼 吳主席應該要趕快出來 向蔡總統來道歉 不然大家都不知道 吳主席玩這一招 是不是真的嫌國民黨的票太多呢 好 現在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我們要來關注的是 韓國人這陣子 非常積極在回防高雄 不過根據綠黨最新的民調 有超過五成的高雄市民 是支持罷免韓國瑜韓市長的 尤其這個禮拜六 預估將會有20萬人 參加罷韓大遊行 有沒有機會罷韓成功呢 稍後回來 我們一起來討論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 這陣子頻頻出現在高雄造勢 謝謝大家 謝謝 去大寮射擊打靶 喊話打擊含黑 睡前也沒閒著 跟高雄市副市長李四川 開直播聊市政 無非就是想挾著地主優勢 力挽狂瀾 光十五十六號兩天 就有十個行程在高雄 十二月十五號到大寮 出席全國村里長大會 大社區推高雄農特產 十二月十六號又到壽山宮 寫政見春聯 戰略庫推愛情產業鏈 還到小港區參加豐年慶 罷含憂心當前 韓國瑜頗有回防意味 相較之下 在臺北的行程少了很多 選舉是台澎金馬 每個地方都要盡可能的去 而且我有一場造勢在一月四號 也是在臺北 怎麼可能會比較少來臺北的 韓國瑜的彈藥庫也在高雄 所以他其實是回去 這個爺爺死去台 我認為他是兇奴 就國民黨來臺灣 一天到晚說要反攻大陸 韓國瑜來高雄 一天到晚說要進軍中央 我想對在地人來講 都非常不能夠諒解 代表臺灣激進參選 臺中市立委的打韓戰將 陳柏惟痛批韓國瑜 把高雄當跳板 進而還禁止外縣市民眾加入罷韓 九位新生代范綠議員 也看不下去 跨縣市連線 號召全國民眾加入 本週六罷韓遊行 下架紅色媒體 綠黨最新民調更顯示 百分之五三點八的高雄市民 都支持韓國瑜罷免案 如果我們從投票意願去換算的話呢 事實上高敏林他們要開始準備 這個罷免的一個投票 因為甚至是要補選了 因為確實啦 他的被罷免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去年的這個 WeCare遊行是將近十萬人 今年我猜可能我們樂觀預估 可能會有二十萬人 上街頭表達對韓國瑜 這個落跑市長的憤怒 高雄市議員高敏林 喊出二十萬人上街罷韓 韓國瑜再怎麼勤跑高雄 恐怕也很難挽回選民的心 好 這一次呢 在這週六即將要登場的罷韓遊行 我們來看喔 這個高雄市的議員高敏林 他預估今年可能會有二十萬人 因為去年WeCare的遊行 將近十萬人 好 那今年呢 這個罷韓聲量逐漸在高漲 好 那韓陣營這邊喊出 至少有三十萬人 會參加挺韓大遊行 不過我們想來請教瑞德哥啦 人家張善政他說 看這種罷韓人數沒有意義啦 瑞德哥怎麼看 那挺韓人數又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按照張善政 現在張善政講什麼話 我事實上都覺得 我不太瞭解他 理解他講什麼話 因為他也在說謊話嘛 他在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號 也就是民進黨的總統蔡英文 那麼就任的那一天 前行政院長張善政 最後一天當行政院長 他說他花了三十萬 買了一輛十幾年的老車 要回這個花蓮的老家去割草 好好過農夫的生活 這是他說的嘛 緊接而來 那麼他在今年的一月二號 又強調 也就是在習近平 那麼故意講 所謂九二共識是一國兩制的 同一天 張善政一樣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說啊 那麼他絕對不會去當別人的副總統 他會參選總統到底嘛 所以張善政講的話能聽嗎 能信嗎 那麼除此之外事實上啊 那韓國瑜市長說啊 回黃高雄一天排十個行程是吧 真好啊 如果他從今年的一月一號到今天 每個每一天在高雄都排十個行程 該有多好 如果他是把心思跟整個心情 全部放在高雄上面 該有多好 高雄應該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連副市長都說又老又窮嘛 那麼為什麼這樣講呢 韓國瑜他現在當然了 他請假了 從十月十六號請假 去參選總統以來啊 唯一削假半天那一天 不是為了高雄市民 是為了他自己 為什麼呢 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啊 莫健來到高雄 要邀請他去美國嘛 他特別削假半天 這半天是有薪水的喔 卻為了接見 為了自己的選舉 然後接見了末見 然後跟他說 我不去了 從此以後 他不是繼續他的 自己個人生的競選行程嗎 而且很神隱的 讓我們都不知道搞什麼 他寧可 直播他的洗衣服 直播他的學作麻油機 直播他在那邊 一隻手弄個鏟子在那邊炒菜 直播他在那邊泡茶 身邊跟你說 違反選辦法判五年以下有期讀金 他就是不肯回高雄嘛 每天十個行程 面對高雄鄉親不是嗎 這我現在講的都是事實啊 還有他說因為選舉行程很滿嘛 你知道剛剛我們看到一個畫面 他在打靶有沒有 打靶這個行程啊 就在同時啊 有個人心裡面應該是在淌血 我個人就是覺得好可憐啊 為什麼 中國國民黨唯一在宜蘭所提名的 立法委員候選人李國華 競選總部成立啊 他在等他 他在等啊 吃吃的等 等了半天 砰砰 人家在高雄大聊在打靶呢 他寧可打靶 他都不願意去 旅國華 中國國民黨 唯一提名的宜蘭縣的立委候選人 競選總部 那麼去那個地方啊 跟他一起站在一起 喊動算動算動算 那也不能怪他啊 韓國瑜不是說 人家花東的原住民說要一條 花東快速道路 其實我是蠻贊成的啊 花東快速道路啊 可以去研究 可是人家說A他打B 竟然說要在房東開一條什麼 自行車無線 無線速的高速公路 你是在說什麼啊 你有說不對嗎 你如果說是開一條高速公路 那就算了 加一個自行車還講兩遍 表示他很綜藝 綜藝這樣子啦 我其實覺得不用開什麼 無線的什麼那個啦 那個自行車道啦 韓國瑜跟張三正帶領了 張三正跟那個競選團隊 還有那些國安人員 直接從台東騎甲拉車到花蓮 為什麼要走花蓮你知道嗎 到花蓮中國國民黨 唯一提名的立法委員 候選人黃啟瑞的競選總部 幫他打擊 動算動算動算 這樣就好了 那唯一可以解釋 為什麼他沒有去宜蘭呢 替呂國華動算呢 因為現在蘇花改馬要通車了 宜蘭跟花蓮離太近 你知道嗎 如果來到宜蘭不去花蓮 又如何解釋 乾脆都不去 就是這樣 不是這樣嗎 如果你又把新思真的放在花蓮 放在高雄啦 高雄高雄 高雄現在不會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 不要跟我說什麼 你去黑草高雄 請下水道 不要跟他說你去鋪路 鋪成一塊一塊的 很像補丁一樣 你跟他說這是你的證據 這種事情 春菜 慶菜 一個褲長褲長 都可以做的東西 你知道嗎 這叫做你的證據 你要說的證據 一項都沒做到 他說的一大堆都沒做到 他現在說沒錢 卡韓 人家說中央卡韓 他愛情摩天倫 說中央卡韓 很奇怪 你的證件都要用別人的地 你的證 你的錢都要用別人的錢 你的愛情摩天倫去看到中央的地 你的賽馬去看到人家中央的地 你高雄市政府是不得了嗎 你現在高雄市一年一千四百六十五億 今年剛過國民黨護航 一毛不砍 你的預算是有史以來最高 也是韓國瑜第一次編列 他卻不去議會捍衛 他自己本身的這個預算 明年給你的補助款 四百五十一點三六億 是有史以來給高雄最多的 這樣叫中央政府 民進黨政府卡韓 給你的統籌分配款 跟中央補助款 有史以來最多 你知道嗎 我最氣氣不過這裡 我有四個姐姐 全部從小都聽鳳飛飛的歌 他們是標準的奉鳴 今年一月三號的時候 鳳飛飛去世的那一天 高雄市政府的民政局 跟他的觀光局站出來說 一定要擴大慶祝紀念 鳳飛飛的音樂會 你知道嗎 把鳳飛當作高雄代言的 第一名人 你知道嗎 就是心裡面把鳳飛是名人 名人 那個所有的節日 第一個名人啊 因公鳳飛飛八月的時候 在他生日的時候 一定會擴大舉辦 一連串的活動 只有你知道後來怎麼樣嗎 後來說沒錢 所以呢 就後來李嘉芬到電台 然後呢跟他老公空中打電話唱一首鳳飛的歌 就算啦 沒錢結果花一百五十幾萬 韓國瑜兩支手印在高雄的土地上 我不知道你們高雄人作何感想 你知道嗎 高雄現在如果真的像他們講的一樣 現在賺大錢 現在大家過好日子 你都去打韓國瑜沒關係 如果沒有 為什麼高雄今天飽 不用這樣 我跟你說 那小朋友不是說 蔡晴宇說 小朋友說現在講 你很韓國瑜 也是在罵人對不對 你能怪人家嗎 韓國瑜現在在臺灣成了什麼 年輕人把他哭手成什麼 弄完他好講大話 連聯合新聞網所做都超過五十 百分之五十以上認為 他說的話 他說的證件 不可能兌現的嘛 沒有錯 現在不管是高雄市民 還是臺灣的選民 其實每個人眼睛都是雪亮的 好 我們要先進一段廣告 稍回來我們繼續來討論 霸函跟挺函 選在同一天舉辦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挑釁意味呢 來收集一下 我們之後馬上回來 我們到節目現場 我們看到這個挺函跟罷函 選在同一天 也就是這週六 要來舉行這個遊行的活動 好 我們另外來看到罷函的這邊 希望韓國瑜當家不鬧事 好 韓國瑜就嗆說 是罷函團體心中有鬼啦 那另外呢 袁芝人也在這邊 袁芝前幾天好像在節目上說 現在的函粉都非常理性 如果當天發生衝突 一定是反串的 來 袁芝現在也這樣認為嗎 那一天是在另外一個 這輪節目講的啦 其實我們 我講話是有脈絡的 因為最近有很多假韓粉 在網路上發布很多假消息 其中有一個最誇張的 就是一個韓粉說什麼 請大家好 那一天呢 穿什麼左青 就是什麼左腳紅色 右腳黃色 一副就是左青銘 什麼右反副 反青副銘 然後混到那個罷函的 遊行的團隊裡面 故意製造衝突 然後說的製造衝突 是對我們選情比較有利 這一看就是韓粉反串的嘛 所以我才會講說 我說其實現在韓粉很自治 為什麼 因為韓粉的目標是希望韓國瑜當選嘛 韓粉是最支持韓國瑜的嘛 那當然大家會判斷 會分析啊 就是說如果說那一天有衝突 大家一定都會指責韓國瑜 那其實對韓國瑜不利嘛 所以我想真正韓國瑜支持者 一定會認知到這一點嘛 那韓國瑜也講啦 我們那天一定要衝脫泡蓋送 就不要衝突 然後如果遇到衝突要離開 或什麼之類的 就我們其實是非常怕衝突的啊 人家都說 你們就是故意要挑起衝突 所以反而是我們怕衝突 不然的話 萬一發生衝突 人家一定會反過來說 都是你的關係嘛 所以我們那天是訴求是一個歡樂 一個正向的挺韓的大遊行 絕對是避免衝突的 那所以我才會說 現在韓粉離信啊 如果那天如果有亂的話 一定是反轉 尤其是我還這樣講 還有人要亂的話 那我認為反轉機會就非常高 其實那天脈絡是這樣 那很多人 我覺得不能認同 就是很多人講說 我們故意挑那一天 就是想要對立 我覺得真的沒有這樣 因為 那挑那一天的意思是什麼 挑那天當然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選舉考量 可是選舉考量 禮拜天不行嗎 隔天不行嗎 我們當然有我們的考量 可是我們的考量 不是去製造衝突 現在大家害怕的 不是說你辦 你可不可以辦 或你可不可以辦 是大家害怕是會不會有對立 那選前所有的選舉 歷年來的選舉 在選前一個月 在同一個區域 不同陣營辦活動 有沒有 常常發生 我以前在新北市 我們不同的陣營 甚至於有的在體育館 有的在學校 一個圍牆之隔 辦活動 都有的 你只要不要有衝突 都沒事嘛 你訴求你的 你訴求你的嘛 那在嘉義市 你大家都知道 在那個噴泉的選前一夜 都兩個陣營在那邊在那邊游啊 也不會發生事情嘛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有信心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考量 你不能夠說 你就我 因為我先在這邊辦 所以你不能來辦 否則製造衝突就是你的問題 我覺得這樣子是不公平的 我們也不會去講罷韓的人 你為什麼要挑那天 因為就我而言 我覺得你罷韓的 你也可以在選投完票再辦啊 你也可以在一月十一號以後再辦啊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挑這天 我也會這樣質疑啊 因為一月十一號韓國瑜選上了 你也不用那麼累嘛 你也不用罷韓的嘛 他直接當總統了嘛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等一月十一號 你觀察看看啊 你為什麼要挑十二月二十一 就我而言 你就是在搞選舉嘛 你就是在政治衝突嘛 所以韓國瑜他講說 他不希望 外縣市的人來參加這個罷韓遊行 很多人說為什麼不能來 為什麼不行來 當然可以來啦 你們還是可以來啦 因為沒有人會去檢查你的身份證 你看你是不是從台北花蓮或桃園來的 更何況 剛剛你看王浩玲戴那個草莓的那個帽子 他是桃園的啊 還有其他外縣市的啊 他們發起去罷韓 好大家都可以去 但是韓國瑜點出一個問題 那一天可能有二十萬人 我個人認為不會少 人不會少啦 可能二十萬人 甚至三十萬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他沒有點出問題 說這二十萬三十萬 很多是外縣市的 人家就會操作什麼 人家操作說 你看高雄市 但是現在有二十萬人走出來要罷免韓國瑜 會認為說那個人 根本就是根本都是高雄人 然後故意去 你看他當個市長 都那麼多高雄市民看不下去 到時候輿情一定是會這樣操作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點破 反正那一場就是一個 這邊挺韓的歡樂 那邊是罷韓 罷韓其實就是反韓的 就是挺陰的啦 那雖然說用一個WeCare做包裝 WeCare 公民團體 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 WeCare是什麼團體 WeCare在去年的時候 就是挺成其邁的 那他的主事者 隱立 隱立就是成局的子弟兵 雖然他沒有入黨 他是公民團體 實際上他的立場 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那一場就是一個挺韓 反韓的遊行 那大家克制 妹妹姐真的這個反韓 就等於挺陰嗎 妹妹姐 我先簡單回答園區的 這個幾個問題 所說的 第一個 這個過去算說遊行 你可以說各玩各的 可是這次比較特殊的 因為他是罷免韓國瑜 的一個遊行 所以當然就變一邊是挺嘛 一邊是反嘛 針對性是強的 也就是因為這樣 針對性是強的 所以他不同於過去我們說 各辦各的 不是 他就是一個罷免 跟一個反罷免 這種針對性強 本來強度就高 張力就強 所以他是容易起衝突的 那尤其是 我在這邊我要講是說 當然會讓人家懷疑居心 因為 不管怎麼樣 WeCare這個活動 人家是幾個月前就申請了 那你一定要挑在這一天 來反制嗎 這裡面有沒有要借力使力 那在這裡面有沒有一種 就是說我要借力使力 甚至呢 吹起反攻號角的這個呼聲 甚至於我覺得 剛剛原資說 哎呀這個只要是有這個反 只要是有知識的反串的 一定是反串的 一定是假韓粉 這個就跟韓國瑜以前講過 他可以用什麼眼 辨別真假韓粉一樣的道理 也就是說 只要是做得好的都是韓粉 那韓粉任何脫緒行為 那都是假的 那都反串的 都是反串的 你們就先消毒 韓粉真的這麼理性嗎 真的是這樣嗎 多少人被霸凌了 那甚至韓粉 跑到人家外國人網頁去 去殺野有沒有 多的是 所以不要在這邊先消毒說 只要那些都是假的 錯 我為什麼今天叫做 我們非常的憂心 這是其來有致 這個是我自己這個接到的 來孟齊我們來看 有沒有一些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 1977年那個時候中立事件 許姓良嗎 我還記得那時候選縣長 那那個時候國民黨真的很會做票 那當時大家包圍抗議說 再來作票 再來作票 結果國民黨派出便衣獻兵 在抗議作票的群眾中 挑起事端 放火燒警局 中立事件非常有名 那再講一個更有名的 今年剛好四十週年 梅里島事件 梅里島事件為什麼這件事情 那時候我其實印象是非常深 可是我那時候是這個小學生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我一個朋友應該說一個長輩 那他家的公子就是在當兵 然後剛好那天放假 經過那個現場 他們一看就說 那裡面真的是應該有兵衣 那兵衣混在裡頭 那果然是這樣子 然後那個風聲賀利的年代 梅里島這些人通通被叫做暴民 結果來被發現 這裡面有多少便衣刑警 混在裡頭栽贓架 就說都是暴民幹的 你知道嗎 激起全國的義憤 然後栽贓趁混亂 好現在 來我們再看今年四十年以後 二零一九年 這個團體 這也不是我們自己編的 這個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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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韓國語嗎 粉絲什麼庶民團的 那這裡面注意看喔 他說請二十歲到三十五歲 韓軍志士 穿著敵人之相關服飾 敵人是誰 因為那天就是反韓 跟這個要罷免反罷免 那他的敵人一直針對 要罷免韓國語的這個隊伍 在活動高潮的時候 做出破壞形象的動作或行為 我剛剛講就是這個 我告訴你 他可沒有講什麼什麼 把什麼什麼顏色什麼顏色 沒有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現在就是先消毒 我不客氣地講 萬一真的有怎麼辦 沒有 韓粉有可能會這麼 為什麼不會呢 絕對不會啦 因為以前韓粉被抓包的有多少 我都不想講了 而且我跟這個 所以我要簡單講就是說 對 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來分秀 待會再來看 這到底是不是韓粉所為 我們休息之後馬上回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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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